2018年9月11日6点30分54秒来源,海外网普京会建安倍晋三来源,俄罗斯外星同宣舍,原标题,普京建万安背后表态, 想一夜解决领土争端派天真海外网9月11日电,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时据报道,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,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了和平条约问题,双方愿意寻求俄裔两国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,普京会建安倍晋三来源,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安倍晋三复合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, 期间,普京在结束与安倍晋三的会谈后说,会务期间探讨了和平协议问题,众所周知,这一问题,双方已经讨论了几十年,认为一夜间就可以解决,那就太天真了,但我们愿意寻求解决方案,寻求俄日两国满意和两国人民都能接受的方案, 普京还说,今天的会谈氛围很有实用性和建设性,详细讨论了双边关系的主要问题,普京补充道,双方特别关注扩大经贸和投资合作,普京会建安倍晋三来源,路透社根据报道,俄罗斯和日本关系,因选而被决的领土争端蒙上阴影。 日本以1855年,俄日签订的双边贸易编辑条约为依据,要求归还南千岛群岛,日本趁北方撕到四个岛屿,并将归海上数四个岛屿,作为与俄方签订和平条约的条件。 二战结束以来,一直未能签署该条约,莫斯科的立场是,南千岛群岛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,版图,俄方对其拥有五个争辩的主权,编译海外网刘强,责任编辑,王家乐PX043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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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